當然還沒有正式接觸程式 所以我們大概先很快的先把 因為它這裡面其實一開始第一章 課本的第一章大概還是跟 跟我們在講概論有點像 就跟我們之前在談概論有點像 所以你看到裡面這些有些內容 其實跟我們上次上課的東西 大概大同小異 所以這邊我會把比較快的 go through 過一遍 很快的講一遍 稍微再讓你們複習一下 因為畢竟有些概論的東西還是要知道 好 所以我們就先來看 當然我們這個主要是要介紹C Language 但是你要搭配C Language 不是說只要會程式語言就好 你要搭配程式語言 還是要很多軟硬體的配合對不對 所以這邊還是會先講一些概念 那當然C基本上 它基本上是一個目前還蠻popular的一個Language 程式語言 那其實大家有的時候 C好像比較難 因為你們去年有學長解說 上C好像有點 對初學者來說太難 但其實也沒有那麼差啦 其實對課本來說 其實完全沒有程式設計經驗的人員來說 就像你們有些部分 也許你們以前有人有學過C或C家家 但是如果以前沒有學過程式設計的人來說 其實學C也沒有那麼難啦 也沒有那麼難 所以不要把它想得太難 不要把它想得太難 就先自己嚇自己 所以基本上它其實還蠻 就適用於各個階層 當然是看你怎麼去用它的技術 所以同一個技術 它可以適用於初學者 也可以適用於稍微有經驗的 甚至非常資深的這個programmer 寫程式的人都可以 所以C是蠻OK的 那C我們學C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你要記住 我們在學很多的課程裡面 包括你們的微積分也好 還有計畫學也好 或者是你們現在什麼 普務也好 其實很多都是在做所謂的problem solving 就是解決問題啦 解決問題 它錄音的時候會一直很亮紅色 那不小心 你講努力都可以考高分 但你們學這些東西在幹嘛 學這些東西是要厚植 你們自己未來在職場生涯的一些 問題解決能力 那你要把它聯想到那邊 你才會有一些學習動機啊 不然你每天學這個說 我學這個只是為了應付考試 為了應付爸媽 為了應付whatever 你只是為了應付的話 你永遠沒有那個動機 沒有那個incentive 那我們學這些程式語言在幹嘛 其實也是在做問題解決的能力 那電腦當然可以做很多工作啦 包括好玩的也好 不好玩的也好 那當然好玩的就是玩game嘛 那不好玩的是什麼 可能解題目啊 或者是用來計算啊等等啊 但你要讓電腦去執行這些工作 你必須要命令它啊 那C當然我們學程式語言 就是要命令電腦來做這些事情啊 做這些工作 就是用來解決問題的工作啊 解決問題的工作啊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學C程式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 C本身會變成是一個叫做軟體的東西啊 是一個software 那軟體當然就是我們台灣這邊翻啊 中國那邊好像翻叫軟件啊 software叫軟件啊 反正以後越來越多兩岸交流 那這邊我們叫軟體他們叫軟件 那當然我們可以利用 撰寫的這個程式語言來命令電腦 來做什麼 做我們要做的動作 那甚至他可以做一些所謂的判斷 因為你要做一些決策 總是要有一些判斷 沒有判斷哪來的決策 對不對 那你就跟 跟你們在做選擇題 猜12345 隨便用丟骰子那種概念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你要有一個決策判斷 那當然有軟體也要搭配什麼 搭配硬體 那硬體跟軟體之間必須要互相搭配 才能夠來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目前在電腦的應用 還有網際網路的應用 這個我們之前也看過 其實非常多 非常多 那這邊課本提到的像是電子病例 那現在大概我想人難免都要去看醫生嘛 對不對 有沒有人到現在沒有看過醫生的 應該不可能吧 你們去醫院看醫生 即便是到一般的診所 以前我的印象中診所 你要去看診要先掛號對不對 掛號的時候他就先 先什麼 以前早期啦 我不曉得你們 可能你們這個時代應該沒有了 以前都是要去從 從一個書櫃裡面去 去按照你的生日 然後去翻一點一點的資料 然後去把你一個抽出來 光那個就要花一點時間 對不對 但現在呢 你現在到一般診所去 像我們 你們現在生病會到哪邊看醫生 還是你們來中山還沒生過病 有沒有看過醫生 還沒 都沒有啦 那保持健康是最好 不要看醫生 但如果你們平常在 你們住的地方之前 去看過醫生 大概都會經驗就是 拿健保卡嘛對不對 健保卡之後 他跟你插一個什麼讀卡機 進去之後 他的病例 你的病例啦 就直接傳到醫生的什麼 電腦 所以現在看醫生 基本上都 前面都有一個monitor對不對 那個monitor裡面 都有你所有的 個人的病例資料 所以這些都是 類似這種東西 那當然這個就是透過 透過網路啦 透過資料庫啦 這些東西所產生的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改變了一些應用 那還有很多計畫啦 就包括什麼基因組合的計畫啦 什麼安博警戒啦 世界社群網路 這個滿特別的啊 Amber 這個我們台灣比較沒有人會去看到說 怎麼會有這種計畫 Amber是什麼 在美國其實每年 以前我那時候剛去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很奇怪 怎麼美國常在一些學校公共場合 都會貼一些小朋友的照片 奇怪這些小朋友是有什麼特別的嗎 後來原來他是在什麼 協助搜尋這些失蹤的人 失蹤的小朋友 在美國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你看很奇怪 在美國這麼文明的國家 竟然小朋友才會被拐走 台灣有沒有常聽到小朋友被拐走 有嗎 有沒有聽過小朋友被拐走 偶爾啦 新聞可能偶爾有說什麼 會有什麼 在大賣場 有什麼陌生人接近 會把小朋友什麼拐走 然後他大概偶爾聽過 類似一兩個案例 但是在美國感覺上還滿多的 所以他們有弄了一個 叫Amber的一個project 那這個東西就是在做 搜尋這些失蹤的小朋友啦 以前當然都透過貼海報 那現在透過網路的部分 當然就會更 會更這個 他效果會更好 那另外 這個可能大家比較不會用到 我們就不看了 那另外像剛除了醫療 醫療也有一些影像 像以前照S光片 可能就是照完之後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類似像底片一樣的東西 但現在全部已經沒有底片了 就像你們的照相機以前用底片 不過你們大概也沒有經過那個年代 以前照相機是要怎麼樣 裝底片常照相 現在也不用裝底片啦 現在直接都是在記憶卡對不對 所以一樣 掃描醫療的這些影像掃描 以前也都是要有光片 就要有這些類似 類似光片的東西 那現在完全都是用 直接在螢幕上 這些東西 那這個早期有一個叫做OLPC 叫一統一機 這個台灣也有參與 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做硬體設備 做電腦非常有名 所以當初不知道是哪一個 不太忘記了 不知道是比爾蓋茲 還是哪一個大人物 他就覺得說 應該要讓很多小朋友 尤其是第三世界 很貧窮國家的小朋友 他們要 每個人都要有一台 一台筆電 類似這樣 所以他提供一個叫做OLPC的計畫 那這個計畫裡面 當然那個電腦 就是很便宜的電腦 大概一台也許幾百塊美金 那幾百塊美金 當然換算成台幣 大概就幾千塊台幣 大概就幾千塊台幣 就可以提供第三世界國家的小朋友 讓他們可以去 有機會接觸到電腦 去使用電腦 這個叫OLPC的計畫 那當然這個雲端運算 我們上次有提過 現在所有的東西 很多都是在雲端的部分 那另外 GPS跟這個電腦也有關係 這是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你們現在手機大概 基本上都有這個東西 對不對 你們用過 像你們如果 現在我記得手機 當然早期聽說 最早Apple就有了 那現在Android好像也有 這是你 你可以隨時把你的位置 分享給你的同學或朋友 對不對 那你如果在這邊上課 你就分享給你爸媽 你就知道 你爸媽就知道 你現在在松山上學上課 不是在別的地方亂跑 所以這可以透過GPS去分享 那另外ROBO機器人 這個也是越來越多 這個我們就很快看過去 那其他的像是這些應用 E-mail 即時通訊 視訊還有FTP FTP這個我們說過 我們這門課會用 包括就是要上傳作業的時候 你們必須透過FTP 那其他這些東西你們都很熟 那現在更進一步的是透過 所謂的Internet TV 或者是上次好像也有提過 就是在網路上租片 你們有沒有在網路上租片過 沒有 因為你們都去XXX對不對 是嗎 你們有沒有在網路上看過電影 應該有啦 對不對 只不過當然那個來源 是一個問號而已啦 那理論上 理論上他應該是可以去怎麼樣 可以去租 以前當然最早是你可以去租DVD 或租光碟嘛 那現在當然透過網路的傳輸 你直接在網路上 就可以去跟他下載對不對 那下載當然要付錢啦 所以有一些這些 有一些Content Provider 就是提供這些訊息的 這些公司越來越多 像其實最簡單中華電信的那個MOD 有沒有聽過這個廣告 MOD其實就類似這樣 他可以提供你下載這個網路 然後呢 下載電影 那一部電影呢 可能收你85塊 然後呢 你一個電影下載下來 可以讓你在48小時內看到過癮 就隨便你看就對了 那當然48小時之後 他當然有一些索碼的功能 就不讓你繼續看了 類似這樣 好啦 所以這些都是因為網路所造成的啦 那當然大家最更熟悉的是遊戲 網路遊戲 以前是單機版的 現在變成是網路版的遊戲 現在非常多 那當然這個你們應該都比我熟啦 是不是 有沒有人沒有在玩網路遊戲的 有沒有 有喔 你有舉手仗是有還是沒有 所以網路遊戲當然 大家常常在玩 甚至上課也在玩 上課最好不要玩 上課如果在玩網路遊戲被我看到的話 我會先請你站起來 先思考一下 是不是你父母親花錢讓你來這邊玩遊戲的 好 這個你們可以利用課語的時間 自己找時間去玩 不一定要上課時間 上課就上課嘛對不對 上課是你們要收 在你們腦袋瓜要充實你們的這個 訓練的時候最重要的時刻 好 剛剛有提到軟體硬體啦 再稍微更仔細的看一下 當然電腦 電腦就是Hardware的部分 那它搭配電腦程式 這個就是Software 那它是會 這個電腦程式是其實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一組喔 一個set 一組的所謂的指令 它就是很多指令 很多指令 我們下指令可能是下指令A 叫電腦A 叫電腦做什麼 A 叫電腦做B 叫電腦做C 就一連串的指令把它組合在一起 就變成是一個電腦程式語言 簡單來講就這樣子而已 那它主要是來處理什麼 處理一些Data 處理資料 因為我們今天說 電腦它其實比人類強的地方 至少目前 但現在好像看起來也慢慢的 某些程度上 某些層面上要超過人類了 電腦最一開始超過人類就是什麼 它的資料處理的速度很快 對不對 我們有時候要算很多東西 可能用人去算要算很久 但是電腦大概幾秒就算出來了 所以這主要一開始就是 在算所有的資料的處理這一塊 資料處理這一塊 那所以我們更進一步來說 其實電腦 剛剛說過它是一組指令 電腦程式 電腦程式是一組指令 但是電腦它是 這個程式也可以進一步來說 它可以指揮電腦去執行什麼 有次序的動作 它是有一定的order 當然這個command 你下這個指令 不是隨便亂下 不是我今天高興下A 下B 下C 它是有一定的sequence 是有邏輯性的 是有邏輯性 那這邏輯就代表它有一定的order 有一定的順序 那這些順序當然就是你 電腦程式設計師 就是現在你們就是 所謂的電腦程式設計師 他要預先來指定 所謂的預先指定 就是要事先把它寫出來的 這就是所謂的電腦程式 那當然我們說過 執行的程式就是 這叫software軟體 所以簡單的來講 電腦程式是什麼 電腦程式就是一組指令 那這一組指令 是要有順序的 有次序的 有邏輯性的 然後來命令電腦 幫你解決 你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今天就會碰到一些 好 那當然電腦的軟體硬體 這個我們之前都看過嘛 對不對 我們說過這也蠻重要的對不對 電腦的這個什麼 鍵盤 螢幕 滑鼠 硬碟這些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電腦大概分成 它的硬體分成哪幾類 好幾類對不對 好幾類 所以這好幾類有包括什麼 input output 有包括儲存 然後還有計算等等 這些都叫hardware 那什麼這些東西 這個我們上次看過了 再回去看以前的 也可以 所以那當然這些技術 當然越來越 越來越popular的情況之下 所以 他就從以前的所謂的 之前我們不是有看過照片嗎 以前的電腦不是一個整個房間 一整個房間 那也許很貴 那現在電腦當然很便宜啦 主要是因為他是用一些矽晶片 那矽晶片當然是 矽晶片的來源是哪裡 就是從沙子來的啦 就是它silicon silicon裡面的矽 矽的來源就是沙子而已啦 他成本是很低的 但經過加工之後 當然他就很貴了 但也沒有那麼貴啦 相對以前來說 他就還是很便宜 那這邊有談到一個 可能之前沒提過的 叫做more slow 摩爾定律 這個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這個有時候 你們在看一些報章雜誌的報導 可能會提到more slow 這個就是說電腦的硬體的價格 這邊少寫個價格 硬體的價格它就是持續的下降 就是越來越便宜 但是它的電腦的價格下降的情況之下 但是它的運算能力還是持續的增加 所以它的定律大概是每隔一兩年 你的電腦的運算能力大概會增加一倍 而且它是維持在一個所謂的affordable 就是可以讓人家來使用的一個價格 那這種趨勢就叫做摩爾定律 叫摩爾定律 所以大概就是過一兩年 它的computing的這個capacity 它的那個capacity會增加一倍 這叫摩爾定律這概念 那這個摩爾其實都是人啦 人民這是intel 那intel當然是什麼 intel是大概我們目前電腦的處理器 大概最多的都是用intel 雖然我們說過早期 早期其實還有好幾家在做這個 現在可能還有一家啦 跟intel可以稍微跟它佔一點點 分一杯羹的就是那個amd amd是另外一家做那個cpu的 那之前還有那個威盛 這個也是威盛公司是台灣的啦 但是後來也是不聊 現在也是不太行 那intel的創辦人 他的codeveloper 就是共同創辦人叫做Gordon Moore 所以他是提出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就把它稱作叫摩爾定律 就是電腦的運算能力 他隨著時間 他增加的速度 大概是一兩年就double 一兩年就double 所以他的增加的速率是非常的快 所以有時候你們會聽到是說 以前我們的製程 最近如果你們有關心 很多製程他的製程會朝向什麼 從早期的幾個micrometer 現在變成是narrow meter 然後narrow meter又越來越降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到奈米級的這些計算 那些生產的 那當然他的越小代表 他同一個面積的這個晶片 他可以塞入越多的什麼 處理器 或再塞入越多的處理單元 那他的計算能力就越快 所以他的這個製程會越來越快 製程會越來越 越精細 然後就讓他的計算能力越來越快 所以這些就是他們 在硬體上面的一個趨勢 那其他的部分也類似有 MORE的這個定律的概念 除了剛才的計算能力之外 包括記憶體 記憶體的數量 或記憶體的這個量 像 剛說過的這個什麼 儲存裝置的容量 早期可能幾個MB 就已經很大了 變成好幾百個MB 然後現在變成好幾個GB 然後到變成好幾個TB 對不對 所以他的這個記憶體的容量 也是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概念 也是類似MORE的概念 就是隨著時間增加 他能夠處理的 能夠儲存的量 記憶體容量越來越大 那當然處理器的速度 剛剛其實也有提到了 那除了這些在電腦本身的這個應用之外 另外像通訊領域也是 就是通訊設備 他的通訊的這個頻寬 也是越來越快 就是早期你很難想像手機上面可以玩GAM對不對 也許手機上面可以玩GAM是玩那種所謂的單機版 但是你們現在的手機上面 可以透過手機他去玩網路的遊戲 那透過一些什麼 透過一些網路的連結 無線網路的連結 他可以讓一些大量的訊號 就可以直接送出去 所以通訊領域的頻寬的部分 其實基本上也是由Follow這個Morris Law的概念 去做這件事情 那另外 所以當然這個我們說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這樣子的Morris Law的概念 所以就會促成了所謂的資訊革命 就是一個Revolution 這個革命就會革了很多人的命 希望你們不是被革掉的那個人的命 你如果不好好學很多新的東西的話 很多傳統的行業就會被革掉了 他的命就被革掉了 所以革命是好事是壞事 革命是好事還是壞事 革命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壞事 對不對 任何事情都一體兩面 所以你怎麼樣去面對這些 比較Dynamic動態的這些變化 尤其資訊時代的變化是非常的快 尤其他說一兩年一兩年就在變 你如果沒有Catch up這些 跟上這些進度 你可能就會被Face out 你就會被淘汰掉 這就是你們自己要要求自己的 那電腦的裡面的架構 這個我們之前有談過了 有輸入單元 他們都有一個不同的邏輯單元 那這個不同邏輯單元 我們其實就是看這邊 輸入單元 輸入單元就是其中一個邏輯單元 那還有輸出 Input Output 我們剛剛說過的 還有記憶 Memory記憶單元 另外算數邏輯單元 這個就是在做計算的部分 那另外再搭配中央處理器 這些都是一些所謂的在程式 在硬體裡面的這些邏輯單元 那輔助儲存單元 這個寫的比較稍微細一點 比原先我們上的那個 不過當然這部分 你可以參考一下就好 主要還是Follow 我們一開始談的那個概論的東西 這邊是講的比較更detail 好 那另外在資料的部分 我們剛剛說過電腦處理資料 比較蠻快的 所以資料本身會有一些資料的架構 那這個資料的架構 這個邊是談 我們所謂的技... 就是說我們利用電腦程式 去處理的那些資料架構 那我們之前在前一兩節 在談那個概論的課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談到記憶體的 記憶體的那個... 這個儲存記憶體的那個大小 有沒有我們一開始不是有談到 所有...因為電腦它是透過電來儲存 所以它的最基本的單元是什麼 最基本單元叫做Byte 最基本單元叫做Byte 是嗎 還是什麼 陳之餘 有沒有像...電腦儲存 因為電腦我們說過它就是用電啊 那電的狀態不外就是有跟沒有啊 所以它的最基本是什麼 啊 零跟一 零跟一...零跟一叫什麼 衛原 衛原 英文叫什麼 不會 衛原叫不會 英文很爛 啊 衛原的英文叫什麼 零跟一 零跟一 大家都沒想 上完課都忘光了 啊 上完課有時候回去要稍微看一下 來...林葉凱 BIT 怎麼寫 怎麼PIT BIT是吧 好 就這麼簡單的字啊 BIT啊 記得沒 哦 BIT有很難嗎 三個字元而已啊 零跟一就是一個bit 一的是零或者是一 那個是最基本的單元 叫做什麼 叫做衛原 那衛原我們說過 它可以再把它一直往上組合 變成什麼 BITE 那BITE怎麼PIN BIT BIT 又是BIT B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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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衛原組 BITE 那BITE大概我們之前 我們之前談的那個記憶體 是在談Hardware的記憶體 Hardware的記憶體 這邊是講資料的記憶體 是大同小異 所以 多少個bit 變成一個BITE 在硬體上面來看 在硬體上面來看 八個 八個嘛 八個bit變成一個BITE 八個bit變成一個BITE 那是指硬體的儲存容量 然後接下來BITE再往上變什麼 叫KB對不對 叫KB 一個KB等於多少BITE 1024對不對 然後KB再變什麼 Megabyte 那一個Megabyte等於多少KB 又是1024對不對 那個是我們剛剛之前 我們之前談的那個是什麼 是硬體的記憶體的概念 那在資料的部分 它其實大概也是FARO類似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邊談的是資料的 這邊補充之前上次沒講的 上次講的那個是Hardware的部分的 硬體的容量 那這邊談的是資料的 是指軟體在處理的 這些資料資訊的部分 大概也是從位元 也是從bit 變成字元 變成位 應該 它應該是從位元變成位元組 然後再變字元欄位 還有什麼 後面還有什麼 以此類推廊 所以它會變成 它的資料也是一樣 類似剛才說的 它會有一些hierarchy的架構 會有hierarchy的架構 那我們直接來看好了 最簡單的就是一個bit 那bit當然不怪就是0101嘛 那0101組成之後呢 我們它其實接下來 它會變成一個叫做 叫做位元組 或叫字元組 我們其實可以把它講成 就是說像這邊有幾個 2 4 6 8 有8個 8個0101的組合起來 這個就變成是一個什麼 變成是一個byte的概念 就是一個所謂的位元組的概念 就是我們之前在談 類似硬體的那個概念 8個bit變成是一個byte 一個位元組的概念 那這邊 但是我們這邊會談到的就是說 因為電腦都是用0101表示嘛 但是我們在 我們所謂的資料 是要我們人看得懂的資料對不對 我們人看得懂0101嗎 0101大家看得懂啦 但是問題這個0101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看得懂的一般就是我們的文字嘛 當然這文字我們如果先看的話 就是英文字母或拉丁字母 這些是我們看得懂 大寫的A 小寫的A ABCD這些東西 這些是我們人看得懂的字嘛 人看得懂0101 後面所代表的意思嗎 不懂啦 但電腦看得懂0101啊 但人看不懂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有一個什麼 叫做編碼的概念 它要把電腦看得懂的東西 轉換成我們人看得懂 那我們人看得懂的東西 要轉換成電腦看得懂 這就是一個類似要溝通嘛 我們要跟電腦溝通 但是電腦不懂我們的ABCD 我們又不懂電腦的0101 那你中間就要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翻譯嘛 懂不懂 要一個translation啊 就像你們學英文 總是要有一個translation嘛 要翻譯嘛 對不對 要讓雙方都可以懂 這個共通的語言 所以就有一個所謂的編碼的概念 那編碼會編成一個 叫做字圓的東西 就是透過0101 把它編成是我們人看得懂的 至少是以 不是阿拉伯數字 就是以那個所謂 那個叫什麼 ABCD啦 英文的這些字母來看的話 所以接下來有所謂的編碼 編碼會變成所謂的字圓 像這邊提到的 這邊有兩種比較常用的編碼 其實最早期的電腦的編碼 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叫做ASCII 這個是美國當初他們為了要 有一個統一的電腦編碼 所以它這個ASCII 你可以去網路Google一下 好像叫做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這是交換 交換嘛 那ASCII 這個簡稱 ASCII簡稱叫ASCII 來唸一遍 ASCII 不是HASCII 是ASCII 是ASCII的編碼 這個ASCII的編碼呢 它是一個八位元的編碼 因為它主要就是針對 就是跟早期一樣嘛 就是從位元變成位元組 變成我們所謂的位元組 它就是一個八位元的 所以如果假設是一個大寫的J 它的編碼就是01001010 它有這樣的編碼 所以下次我在電腦裡面打一個J 我要讓電腦知道 就是我keyboard 我keyboard當然有0101 但是你為了要打一個J 你不會去打01001010 你不會打那麼多東西 你就打一個大寫的J嘛 對不對 打一個大寫的J 然後電腦就會自動幫你轉換成這個編碼 透過ASCII的編碼 把它轉換成這個編碼 這個編碼電腦就懂 原來你打這個大寫的J 到我電腦就變成這樣 那我電腦就知道 接下來怎麼看你J是什麼意思 再去處理它 懂不懂 這個叫編碼的概念 這叫編碼的概念 大家知道這個很重要 這個考試要考啊 編碼的概念 那這個是八位元的編碼 所以2的八字方幾個 2的八字方幾個 256是不是 256當然對英文字母 還有拉丁字母來說是夠了 但是全世界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語言啊 我們中文是ABCD嗎 不是啊 日文韓文阿拉伯文 還有很多其他國家的文 他們都不是這種ABCD啊 所以因此還有另外一種編碼 還有另外一種編碼 叫做叫做Unicode Unicode的編碼 那當然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編碼 但是最早期只要記得有ABCD的編碼 那Unicode的編碼 它就是把兩個八位元的 把它組合在一起 兩個八位元組合在一起 所以像同樣是J的話 它這邊有一個八位元 這邊有一個八位元 所以這邊J還是 0100 1010 這跟ABCD有沒有一樣 但它前面就是空空 前面八個全部都0 就把它空出來 那這樣的話組合有幾個 如果按照這樣這邊8這邊8 這樣組合總共會有幾個 就16位元啊 剛才是8位元的編碼 現在變成16位元的編碼 2的16四方多少 2的16四方多少 6萬 蛤 6萬 6萬 6萬多 6萬多而已啊 夠不夠啊 是喔 你們不是有計算機嗎 你們沒有計算機 還有手機嗎 手機不是都有計算機嗎 手機的計算機會用嗎 手機的計算機會用嗎 蛤 手機的計算機不是 有時候可以轉換成工程型的嗎 蛤 蛤 你們都懶得動手去打一下 2的16四方多少 6萬多 就6萬多啊 6萬多夠不夠啊 6萬多也許夠啦 所以剛才這個是 這邊只有256 這邊到6萬多個 所以多了一個位元舉 就多了一個 就讓他的編碼 可以容納更多的這些特殊的資源 那這些特殊資源 可能就是中文 中文或者日文 韓文或者其他 其他國家的這種語文 所以unicode的編碼是這樣的 類似概念 但是這個大概只是讓你們知道 所以我們從一個位元 再搭配位元組 就可以變成一個所謂的字 變成是一個字圓 變成一個字圓 所以課本的意思就是說 你從位元變成位元組 就變成是一個字圓的概念 變成是一個字圓 那這個字圓可能就是說 我們如果常用的英文字母來看 它就是寫類似J 好 那J你可以把好多個位元組 好多個這些字圓 把它組合在一起 它可能就變成一個有意義的意思 像這個Judy 那Judy當然這個J U D Y 那J有一個編碼 U有一個編碼 這個大寫的J跟小寫J編碼 又不一樣 所以英文大小寫是不一樣 所以大寫的J 小寫的U 小寫的D 小寫的Y 有各自的編碼 那它把它組合在一起 就變成是一個 我們人類可以去了解的一個東西 對不對 那個東西就是一個可能 可能什麼意思 Judy可能是什麼 人名 男的女的 可能是 可能不一定 不一定啊 不一定 不一定 說不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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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隨便啦 反正這是一個人名 這個人名呢 我們會把它變成一個叫做 可能是它一個在資料裡面 在網上 從位元到位元組 或叫字圓的概念 從字圓再組合成一些有意義的名詞之後 它可以放在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們把它叫做一個欄位 就是colon 這是一個欄位 那這個欄位裡面 它可能就是在存什麼 存人的 first name 人的名字 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 那這個地方可能是存人的first name 然後接下來另外一個欄位 可能就存 它的last name 它的姓 這是名 這是姓 然後類似還有很多 所以這是欄位 欄位 欄位 所以從 剛剛說位元到字圓 到欄位 那很多欄位 再把它組合在一起呢 就變成有點像是紀錄 就是叫record 叫做一個record 其實這概念就有點像你們在 上禮拜沒 上禮拜 咦 我們是上禮拜沒上課啊 咦 上禮拜有上課 上禮拜到底有沒有上課 上禮拜沒有啊 上禮拜沒有啊 對啊 中秋節啊 所以我們放了不少 這個有沒有像excel裡面的概念 excel 不是 之前上一節課 有沒有在學excel excel不是類似有這樣一個表嗎 表裡面的橫的就是類似可以把它寫成 什麼 寫成一個紀錄 所以 資料的架構 從欄位就會變成 組合起來就變成是什麼 變成是一個record 變成是一個紀錄的概念 那把這些record再把它組合在一起 好多record把它組合在一起 就可能變成是一個檔案 變成是一個檔案的概念 所以它的資料的hierarchy hierarchy就是有層級式的概念嘛 就會從你開始的位元 變成位元組的字元 字元再組合變成欄位 欄位組合變紀錄 紀錄組合變成檔案 就類似這樣 那當然這些檔案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 類似一個excel的檔案 那當然不一定有excel 你用在word 你也是可以把它編成 這樣子一個東西 好 那當然課本最後還談到一個 叫資料庫 那資料庫的東西 當然這不是我們這門課的重點 資料庫其實它類似 也是有這樣的一個安排 只不過當然它的尺度 它的規模它的尺度 是比這些東西還來得更大 所以這邊課本一一的介紹 位元 字元 欄位 記錄 就剛剛我們講的東西啦 然後最後變成檔案 然後最後才變成 那最後可能更複雜一點 就是用資料庫 那資料庫當然就是把更多檔案 把它聚合在一起 那中間可以透過一些有系統的 去把它做一些資料存取 所以資料庫它的可能通常 比一些檔案還來得更大 所以我們一般的資料庫可能 像大概也許現在目前 全世界最大資料庫 應該就是Google的資料庫 因為你們每次打一個 在Google做一個搜尋 它為什麼那麼快 它就可以跟你一些回應 因為它都把一些keyword 分門別類的存在到資料庫裡面 這資料庫是滿大的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 資料的階層架構 這樣清楚了嗎 好 再review一遍 從位元0101的變成位元組的 那一些位元組就會變成 所謂的資源的概念 那資源再組合起來 就變成一個欄位 欄位再組合起來變記錄 記錄起來變檔案 那更多的檔案組合起來變成什麼 資料庫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程式語言的部分 這也是一個簡介啦 其實程式語言有很多不同的level 不同的 不同的也是一個階層的概念 最基本的就是所謂的 叫machine language 叫七七語言 那七七語言它基本上是一個 也是一個二元的 因為電腦看得懂 我們說電腦就看得懂0101嘛 所以機器語言基本上就是0101去編成的 所以你也看不懂 那當然我們看不懂 所以就很難去寫它啦 所以這邊我們就必須要透過一些方法 協助我們 但是你要知道 電腦最基礎的 電腦能看得懂的語言 叫做機器語言 機器語言 那當然機器語言我們看不懂 所以我們不方便去處理它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 他們後來有一種叫做組合語言 組合語言 組合語言它是做什麼呢 它基本上也是用英文的類似縮寫的方式 來做一些命令電腦做什麼事情的一些計算 當然也許像是開檔案啦 也許或是讀資料啦 都是用類似用類似英文的縮寫 它強調是用縮寫的概念來代表這些基本的運算 那這種叫做組合叫 英文叫Assembly Assembly language 那Assembly language 當然它會depend on不同的機器 它會有不同的一些寫法 那組合語言當然這個是比較 當然它比較靠近機器語言 比較靠近機器語言 所以它會比較稍微有效率會好一點 跟我們之後待會要談的那個叫高階程式語言 來說它的效率會好一點 那當然組合語言 基本上電腦還是看不懂啦 所以它還必須透過一個叫做Assembler 叫主義器 這個主義器呢 它就是來做所謂的轉譯 就是一樣要把它翻譯成 讓電腦可以看得懂的機器語言 所以它組合語言 還是要透過Assembler 去把它轉換成什麼Assembly language 然後這樣才能夠去讓電腦去了解它 那當然這種語言當然雖然比較 比較已經比機器語言好 但是其實要寫這種組合語言 其實也蠻不簡單的 這個東西 而且它會所謂的machine dependent 它會看不同的機器 它會有不同的組合語言 所以這部分當然也不是我們要學的 所以這個大概都是比較電機或資工領域 所以他們才會去學這些組合語言 那我們要學什麼 我們要學的就是高階 因為我們比較高端一點對不對 高階一點 所以我們要高階程式語言 那就high level language 那這個high level language 大概就是代表它的一些語法是我們直接 它的程式語言跟我們日常用的這些英文 幾乎都很像 幾乎都很像 所以你只要 只要 英文也不用很厲害啦 你只要懂了幾個keyword 你只要懂了整個keyword 你大概就能夠去寫這個程式語言 所以高階程式語言 它就是讓你能夠很快的 來做這個程式的設計 因為你看得懂這些語法 很容易 因為這些語法就像類似 我們日常生活的這些用語 所以大概就比較容易一點 那但是同樣的 它還是需要什麼 要一個所謂的translator 要一個轉譯的 沒有翻譯電腦 怎麼看得懂 機器怎麼看得懂 所以它會有一個叫什麼 所以我們的high level language 會搭配一個叫 compiler 這個就是我們之後 常常會碰到的叫 compiler 叫編譯器 那這個編譯器呢 是在什麼 就是把我們的這個高階程式語言 把它轉換成是電腦 能夠了解的機器語言 那當然這個轉換的過程裡面 還蠻多 有很多階段 我們待會兒也會看到 那這種編譯器 當然要花一點時間 就是我們以後 學電腦程式 就是你寫完之後 你就是把它呼叫 compiler 來編譯 待會兒我們今天就可以做 同樣的這件事情 編完之後 你才能夠去執行它 所以它等於要經過一些步驟 才能夠讓電腦直接 就是去執行你所想要的東西 那現在有一種新的 也是叫高階程式語言 但是它是透過叫直譯器 直譯器 那直譯器的話 它就是你程式寫好 你直接丟到電腦的某一個 某一個特殊的軟體 它直接可以run 它就不用 它等於不需要讓你 還要手動去做編譯 然後再去做執行 它直接寫好程式 你丟到那裡面去 它就可以直接run 那這種語言呢 當然它透過叫做直接翻譯 然後它就直接把它翻譯 噓哩啪啪就翻譯出來了 讓電腦可以看得懂 所以電腦就啪啪啪就做出來了 這個叫直譯 這叫直譯 那目前比較有 這種直譯器 這種直譯器所需要的高階程式語言 通常都叫Screen Language 叫腳本語言 Screen Language 比較有名的就是Java JavaScript跟這個PHP 這個你們可能大概都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JavaScript 直譯器再來這個我們不會學 因為這個也不是我們的專長 這個也是資工領域 他們可能會學的 所以他們直接透過這些 Screen Language 它就可以直接讓電腦 透過一般通常是透過瀏覽器 像JavaScript跟PHP 都是搭配瀏覽器 它直接會讓那個Computer Server 直接去run它的所需要的工作 那當然這個東西 它可以直接翻譯 但是它相對來說 它的效率是比較慢的 比較慢 這個大概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我們高階程式語言 它要怎麼去做就好了 這是讓你們稍微知道的這些東西 好 最後我們看到C C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高階程式語言 所以剛才談的Machine Language Assembly Language 再High Level Language 那我們的C大概就屬於High Level Language 那它的歷史是什麼 這個稍微簡單看一下就好了 C早期是由B Language跟BCPL這兩個Language 是這兩種語言去組合來 所以早在1967年 先有這個Martin Richard 他先發明了這個BCPL 那BCPL這個語言是為了做什麼 是為了做作業系統 那作業系統是什麼 我們有沒有講過 什麼叫作業系統 Windows Windows是一種作業系統 但作業系統要幹嘛 陳勝元 有沒有印象 作業系統我們講過啦 沒有印象 那你想想看Windows在幹嘛 大聲一點 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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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程式 Windows就是要讓你執行程式 也算對啦 Windows是要讓你執行程式 那沒有Windows就不能執行程式 還沒印象 其他有沒有印象 作業系統在幹嘛 欸 姚詠玲 沒有這個人 喔 你們這樣 好好講 作業系統在幹嘛 就是 一套用來管 電腦 大聲一點 就是一套用來管 電腦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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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作業系統 那作業系統就介於 Hardware跟什麼 跟軟體中間 然後軟體在最外面就是什麼 就是使用者 所以 這個基本上就是在寫作業系統 那作業系統就是一個 讓使用者去跟你的Hardware溝通的一個 一個軟體 那之後 他們用在 是在哪裡 是在所謂的這個貝爾實驗室 美國早期 很多的 資訊工具的發明 都是在這個實驗室 非常有名的 貝爾 電話公司 那電話公司 後來他們就有 弄一個貝爾 貝爾 然後他 把BCPL 然後再發展成 他的 他的程式語言叫B 一個B程式語言 所以有C 有B 有沒有A 沒有 有一個語言叫ADA 真的啊 就ADA 就ADA 那個不是A 但那個叫ADA 反正 anyway 語言有很多種 那這個叫B 那他也是用在 用B在做什麼 是在寫UNIX 那UNIX是什麼 UNIX也是一個作業系統 那這個UNIX作業系統呢 早期 在還沒有Windows的時候 其實他是 幾乎大概所有的電腦 都是用UNIX的作業系統 那 非常的 不friendly 非常的麻煩 要使用這個UNIX才麻煩 那有了B之後呢 最後才是到1972年才開始 由Danny Rich 他用B再去發展出C出來的 那C當然一開始發展出來 也是開發UNIX 也是在開發作業系統 所以原來的UNIX 是用B寫 用B Language寫 後來是改成用C Language寫 那當然現在所有的作業系統 大部分都是以C或C++去寫的 即便是你們手機上的 不管是Android iOS或多或少 都有一部分都是用C或C++去寫的 那當然寫C Language的好處呢 它是有一個叫做Portable可吸性 那所謂的可吸性的概念是什麼 程式語言有時候 你在這邊寫了 你在別的地方不能用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扼玩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要寫一個程式語言 通常要能夠在這邊用 也能夠在別的電腦環境使用 這個叫做Portable可吸性 那這個是C的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的可吸性蠻高的 好啦 休息一下這個 我們待會兒下課繼續看